看一下这次大陆的这个金牌的数目呢 跟这个美国是并列的 也就是说是全球第一 那在这个8月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大陆办了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 这个表扬大会啊 你看到这个习近平 见所有的这个奥运的金牌选手 那当然今天很多媒体琢磨在 啊谁是赞C位啊等等之类的 其实很简单 就跟你的表现 你的金牌数有关 那全红蝉当然毫无疑问的啦 不是因为他有多红 而是因为他的表现有多杰出 习近平跟全红蝉握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啊 这个有没有领导人 微微弯下腰来听全红蝉讲话 这一幕很特别 主要是奥运选手 各个个子都很高 所以今天稍后画面当中 你会看到那个场景非常有趣 很多人都说全红蝉好像误入巨人国 全部都是巨人国 拍照的时候就露出一个头来啊 然后呢这次的规格也很高 到了这个常委呢 几乎是都到齐了 赵乐际啊 王沪宁啊 蔡奇啊 李希啊 大陆副主席韩正啊 习近平啊等等 极高的规格 然后你看到这个习近平讲了很多话 其中有一段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人家说是怒怼谁 我觉得习近平是笑着怼了一下奥运 中国体育代表团坚持拿道德的金牌 风格的金牌 干净的金牌 这就不只是你看到技术上的金牌 对不对 这个里程碑上数字上的一个金牌 拿的是道德金牌 干净的金牌 干净这两个字非常的有意思 好 这是一个中国力量的一个展现 整个大国的实力方方面面 不只是科技啊 不只是这个经济啊 或是军事啊等等 在体育上 我们看到金牌跟美国并列 那另外一个呢 最近乍翻了黑神话悟空 线上的这个 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蜡粉 可能你的小孩或是你的孙子 这两天如果闷在房间里面 足不出户的话 可能是在玩这款游戏 真是乍翻了 大陆国产的3A游戏 那在20号正式上线 短短不到两个小时 线上的这个玩家不得了 一下子标起来 然后在线数也都一样 标上了史上第二的记录 总销量超过了450万份 销售额一天 反正这个数字你知道了 它会直线上升就对了 那重点就在于 它不只是一款游戏而已 它有很多的连结 包括第一个 跟瑞幸咖啡连结 咖啡也卖光了 有没有 还有它带动了一些这个山西啊 观光景点啊等等之类的 那不只是游戏 背后还有科学 等等 那它的AI技术啊 各式各样的一些技术等等 过去据说有很多腾讯啊等等 他们都想做 但是没有人敢做 那这位这个 他的keyman啊 幕后人物 也出来接受了专访 非常的年轻 他在这个行业很久了 他也说过去四年 他都在想象着 万一失败怎么办 当然啦 心中这个做好了最坏的一个这个准备 但是全力以赴 所以他在连结了各式各样 我们看到把景点啊 各式各样的商机联系下来之后呢 所以给大家看到 它的中国实力就不只是经济带动而已 包括景点啊 观光啊 周边啊 商品 那是后面大概是爆炸式的发展 其实这一次中国大陆在体育的表现 当然非常好 那虽然说在奖牌数没有美国多 但是金牌是并列 那甚至他有一些人说 如果加上香港的话 还超过美国 那当然这些就是 大家自己看 你要用什么角度去判断 那当然这个是对整个国家来讲 是一个荣耀 所以习近平当然要去接见 那习近平接见他们 也破除了最近一个谣言 最近网络上一堆人在讲 习近平到底跑哪去 待会我们要来特别讲一下 他跟这个月供总书记 不过当然这个当时双方的 发布新闻的方式跟时间点 有些落差 给了这个外媒大作文章的机会 但这一幕总算是吗 近距离的 还是你要告诉我这个AI 因为我昨天看到有一个AI 还真的做得蛮像 就是那个川普跟贺锦丽两个人和好 对我有看到 两个还结婚生子 你们太有幻想力了 因为AI做了 对做得很好 两个人在海边散步 如果不是他们的亲朋好友 应该认不太出来 那是AI做了 因为真的画得很像 所以现在技术真的很进步 那大陆为什么这次特别要强调 道德的金牌 风格的金牌 干净的金牌 很明显跟他这次在奥运里头 受到的待遇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他这次被针对性 是已经明显到不能再明显 从头到尾一直被针对 可是尽管有遭受种种不公平的待遇 一直被针对药减啊什么东西 到最后他还是破除了西方的封锁 拿到这么多金牌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大陆来讲 这当然是他们国家的一个骄傲 那可是我必须说就是 这个竞争其实不是一届就结束 这是未来持续的不断的竞争 那美国下一次可能会用 我就直接讲 可能会用更不道德 更没有风格 然后更不干净的方式 想办法压过你 这是必然的 但是我觉得大陆还是要 秉持自己的原则 就是要道德干净风格 还是要坚持自己这个原则 别人怎么做那是别人的事情 那只是下一次大陆 奥委会不要再这么软 应该要该强硬一点 因为上次已经证明了 不管你们怎么样羞辱我们 或是直接歧视差别性的待遇 我们还是证明了我们自己的实力 所以你下一届就没有任何理由 再对我们进行这样的工作 反而是应该要对其他拒绝要点 其他拒绝的规格待遇的人 这些国家要好好的对待他们 那黑神话悟空呢 从昨天到今天这个真的热翻了 说你知道很多台湾人 我觉得那个有时候想法真的是 像昨天冲破150万人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讲说 这个没什么啦第一天新鲜啦 玩完之后就不想再玩了啦 一堆人都在这样讲 结果今天第二天还是有100多万 所以就表示 至少现在这个热度还没有过 很多人还是愿意上去玩 大家还是想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那老实讲投资这个东西 真的是风险极大的一件事 他们准备了五年的时间烧了20亿台币 第一天就回收了 而且回收了好几倍 他们估计到现在已经突破60亿台币的营收 那未来当然还会继续 对为什么呢 在这么多的重作的游戏当中 为什么他能脱颖而起 我觉得他有几个成功因素 第一个当然在技术上 他跟上了外国的3A的这个技术 那流畅感啊 或者其他整个人物的风格 刻画啊 都很明显的能够获得大家的认同 那第二个因为西游戏本身是 中国的传统民间故事 已经流传上千年了 过去其实有类似像三国啊 是当然都有 对那这个是在整个华人圈 甚至应该说整个华语圈 整个东亚文化圈都是很受欢迎 其实日本也很风西游戏 我讲实在话 韩国越南都不用讲啊 这是整个中华文化圈 大家都知道的故事 所以这种认同感一定很强烈 所以尽管台湾很多人 他也许不认同大陆的文化 不认同中国文化 可是他们也是一样爱玩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故事 他们非常熟悉的东西 里头角色的人物他们都很熟悉 所以你很容易就 就有亲近感认同感 不像有一些 你知道有一些这些3A游戏 你一开始如果没有先去了解一下 他整个故事 他刚刚到底是什么 你会搞不清楚他到底在玩什么 因为不知道整个背景 不知道什么东西 但这个东西你根本不用学 你一看就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个认同感会非常强烈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 他这次的成功其实凸显了 就是 他的整个成功 不是只有在华人圈的成功 实际上外国的很多人 对他也是高度评价 所以这代表说 他不再只是一个封闭性的 只有华人圈能够玩的游戏 实际上外国很多人也是接受的 那我觉得这个对大陆来讲 当然这是一个成就 那还要继续努力 可是我也觉得台湾很多人 那种酸道已经没道理 比如说很多人在讲 这有什么了不起 这一头 这家公司一头一大堆都是台湾人 那我觉得好 就算真的是如你所讲 那我想请问一件事 那为什么这些台湾人 不留在台湾开发 要到中国大陆去 很简单 台湾的这些游戏开发商 已经不愿意再投资这些东西了 大家宁愿代理也不要投资 为什么 而且重点是 他的这个资本投入太大了 是 因为资本投入这么大 花了时间这么长 会不会成功 其实没有人知道 可能他今天如果一翻开来 然后结果反应很冷淡 他就直接挂掉 对就倾家当产 大家全部倒霉 对啊 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东西 但人家愿意花这个钱 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终于获得成功 对 韩平你看 我觉得它不只是硬实力软实力 这个双重成功 硬实力很容易嘛 大家看到这个中国的文化 这个经济啊 景点啊等等 硬实力其实大家比较少讨论 它背后的AI实力 科技实力 大陆这几年的AI技术的成长 是非常快 我们台湾一直在讲 什么台湾AI原念 说我们台湾有很多AI产业 大家自己去看看 全世界对AI评估的排名 台湾其实是排在非常后面 所以人家在进步的时候 我觉得不要老是用有色的眼光 去看一下 他们是真的在进步 而且老实讲 中国大陆先天上 在它的政治环境 跟它整个社会环境上 有非常好AI可以演练的地方 这是其他国家不太容易办得到 所以它有先天的优越性条件 那不管你认不认同它的制度 它的整个环境 但是这是它的实力的展现了一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老是只想要在人家的优点之中找缺点 而是要去看看人家的优点到底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能够赶快追上去 对 我今天看到在YD上已经很多这个博主 PO了各式各样的影片 有人说建议三种人不要玩等等 或者是说这个太难了 怎样怎样 你看到很多游戏博主 大家这个讨论热番了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 哪里呀 明都要烦耗 不妙 多肉 没有 冥量 好ocal 谢谢 为何